我們先來到烏泰寺 大家好 位於中夏夜市裡面的小巷弄 他們這裡的建築風格呢 是綁抓泰北青脈的烏泰寺風格 他店一走進來呢 就有很多泰寺的小零食 還有大家先看我們眼前的四倍飲料呢 分別於粉紅奶 田中花現代 蛇皮果 檸檬 菜奶 畢點 畢點 對 這四個是他們店裡最大出色的 它的顏色出得非常繽紛 喝看看啦 喝看看 這就是草莓的味道 草莓的味道 它很好喝 它真的好喝 它是奶綠 它裡面有一種就是 泰國有一種甜甜的味道 欸這個好喝耶 這個你可以吃 它都把我這樣喝的吃美國香味 它都沒有 就是這個最基本的泰奶 大家閉嘴 就是覺得很飽 我們現在來介紹的是 鹹蛋青木瓜食 就是前菜 就是這個味 我好久沒有吃這種涼拌的青木瓜 我跟你講青木瓜呢就是飲料煸的味味 要滿滿滾 青木瓜的話會更好吃 就是鹹蛋的味道 其實是鹹蛋的味道 蠻好吃的 意外很大 登登 現在菜全部都上級了 它現在烤的呢 就是銅盤烤肉 這個銅盤烤肉呢 是來地點 而且是他們的大招牌 他們銅盤很特別 老闆就是自己 特地從泰國帶回來的 豬肥跟豬頂肉 跟米肌肉 還有那個銅盤 而且這家店最特別最特別的就是 他們的老闆娘是泰國人 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這邊看到的美食呢 基本上完全就是 扣皮的泰國人 而且它的銅盤上面的紋路啊 是讓我們在上面 炒的豬肉的食材 這樣留下來 會讓它變得更鮮明更好吃 對 因為他們這邊的銅盤呢 主要是以豬肉為主 他們的豬肉呢 都是自己用泰式的菜來去醃製的 沒錯 然後它有兩個特別的醬 它一個泰式海鮮醬 跟一個泰式甜醬 都是由他們自己手工製作 跟從泰國帶回來的 然後他們的 唸名的英文叫做Makoka 然後Mak呢 就是豬肉的意思 然後跟Pokka 就是燒烤 沒錯 這是他們自己煎吃的那個豬肉 它也海鮮醬微辣 然後帶點鹹的感覺 然後我們現在給大家介紹 是他們純熟過程 月亮蝦餅 跟春捲 它就是由他們老闆娘啊 自己帶領團隊 特調出醬料製作的 欸很好吃耶 就酥酥脆脆的 對 這個也是它的另外一個醬 嗯 這個月亮蝦餅有咖哩味味 嗯 它有咖哩香 然後他們的春捲呢 也是他們自己手工製作的 你看他們裡面包的鮮量用的很實在 這件最大的特色 基本上很多東西他們都是自己的純熟 都是製作 他們愛吃他們的 菜式的鮮加小河粉 河粉的裡面扯的醬啊 是由於老闆娘自己也搭出來 嗯 就很好吃啊 好吃到吃不吃啊 那他們的泰式 酸辣炸雞 對 它上面有滿滿的香菜 嗯 它下面還有一些高麗菜 它說可以搭在一起吃 嗯 它吃起來很多吃耶 嗯 甜甜酸酸 嗯 這是一個很爽口的一道菜 嗯 這一道是綠咖哩雞 它顏色弄得非常漂亮 這綠咖哩雞就是用了非常多香料 然後 就是炒辣辣的這樣吃 很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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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會辣到都很噴不下去 而且它的奶香味非常的香 而且他們的飯也是太過癮 那我們來介紹我們的最後一道菜 東英公湯 這是他們地點的 沒錯 東英公湯呢 它的料裡面都有非常多的海鮮 所以它喝起來一定會非常鮮甜 它會以酸辣為湯底 裡面有酸辣的香菇啊 或辛香料 還有洋蔥 檸檬 嗯 蝦子 對 它喝起來就一定是酸酸辣的 嗯 還帶一點的黏霜味味 它一定就是要這種酸甜酸甜的 就是非常酸辣的 這是這個湯最大的特色 然後它是中卷 嗯 這個中卷家的菜是醬料之後 就感覺很酸 而且 最近它是新鮮的 這個中卷很酸 真的新鮮 我們現在接下來介紹的是甜辣椒雞 它的甜辣椒雞呢 就是它要加很多柴椒 辣椒啊 皮膚而成的 然後它的雞塊都是一塊一塊的 它吃起來 有點像翻杯雞 嗯 真的有點像翻杯雞 對 所以來這家店啊 有必要點的是 木蟲餐 它們的湯 還有它的菜式 新鮮和麵 我們餐點結束之後呢 我們的甜點是 喵喵喳喳喳 也是泰國最有名的 它的料給的非常十足喔 野肉 紅毛丹 骨幹 那喵喵喳喳的顏色也非常的美 它們的特點 嗯 冰冰涼涼 冰冰涼涼 吃完這些東西 再吃喵喵喳喳就是 最貝的 清涼 解膩 泡心涼 泡心涼